在这一边他给我fx这一个gx这一个fg是这一个 他叫我们找m跟m 所以我在这边我找我的fgx 所以我的fgx呢就会变成了f5x-n 然后他就变成1-2m5x-n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就会变成了1-10mx 然后加2mm 所以他这一个就会变成-10mx 然后加2mm加1 ok 然后题目给我的fgx呢是m2x加n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 这两个来比较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的coefficient一样 然后我的这一个number的部分没有x的一样 所以我的-10m等于m2 所以我就有m2加10m等于0m m加10等于0 所以m等于0m等于-10 ok 然后我的m等于0的时候我就有2 0m加1等于0m等于0m等于1 然后m等于1 然后-10m加1等于1 然后-10m加1等于n 然后2-10m等于1 然后我的这个n等于1 如果21 ok 好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拿到这样的东西之后呢 我再检查一下 看一下它合不合理啊 ok 朋友心里想啊 如果我的这一个第一排呢 是m等于0m等于1的时候 我的fx呢会是1 -2x等于1 我的gx呢是5x-1 然后所以我的这个fgx呢 就会变成0square x加1等于1 ok 合理啊 ok 因为我放任何东西进那个1里面 ok 它都会变成1啊 这个function 所以这个是合理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边的这一个f 然后5x-1 它还是变成1啊 ok 它的这个fgx 好 ok 但是这个就有点奇怪的那一种 ok 然后我的m等于 这个是m等于0m等于1 这个是这一边的 这个 我这个case 然后这个是m等于-10 然后m等于121 m等于-10 m等于121的情况之下 我这个fx呢是1-2-10x 然后1加20x 然后我的gx呢是5x-121 ok 然后它的fgx呢是-10square加121 ok 所以它是100x加121 ok 所以我的fgx呢是1加 就f 然后5x-121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1加20 然后5x-121 然后5x-121 然后这个呢 它就会变成了1加100x-121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那个100x加121 嗯 对 所以跟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在这一边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m等于1-10 m等于121 这两派的答案 都 对了 ok 好 老师